我們歡迎蔡英文總統還有我們總統府執政宋楚瑜 宋主席到會場 那我們請總統跟執政上台 那隨行還有我們的總統府秘書長吳釗燮秘書長 還有國安會的顏德發秘書長 我在此要正式宣布 將再一次 我請宋楚瑜執政 擔任我國的領袖代表 代表我 參加相關的會議跟活動 今年代表團最重要的任務 是將我們對APEC的參與 連結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戰略目標及各項努力 我們會透過和各國領袖互動 尤其是與我們在經貿事務上有緊密夥伴關係的國家共同合作 我們也願意在APEC的架構下 與中國大陸進行善意的互動與合作 共同為促進APEC的宗旨和目標 做出積極的貢獻 今天再度得到這樣的託付 我首先再次的謝謝總統對我的信任 我也在這邊向總統及所有的國人再次表達 我一定全力以赴 正如總統在9月24號所提的四個變化 那就是世界在變化 中國大陸在變化 世界的經濟發展的模式在變化 台灣的社會也在變化 說明整個的世界的經濟雖然目前略有啟色 但是國際政局上面諸多不穩定的這些許多的現象 無可避免的都會衝擊到世界的經濟和貿易的走向 We are small but we are great 台灣雖然小 但是台灣的經驗是值得我們驕傲的共同資產 台灣其實也可以提出許多 值得APEC其他的會員國 作為參考小而美的發展方向跟經驗 所以此行我們將以自信而不自滿 而且對等不卑不康的一種態度 代表我們全體國人出席2017年在越南 香港APEC的領袖會議